今天,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将访问美国,这是威廉作为王储的第一次海外之旅。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参加在波士顿举行的为地球奋斗奖,Earthshot的颁奖典礼。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2014年12月,威廉夫妇曾去过美国,在那里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有人听闻这对王室夫妇会去看NBA比赛,还专门为奶奶购买了一张门票,当提到凯特王妃的时候,很多人都夸赞她漂亮又温柔。 当时,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在白宫见了奥巴马,参观了911纪念馆,还有帝国大厦。 他们还出席了皇家基金会与克林顿基金会联合举办的招待会,见了希拉里及其女儿切尔西。 此外,凯特王妃还去了一家儿童慈善机构。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见到了前纽约市长白思豪夫妇。 去年9月底,梅根和哈里王子也曾去过纽约,同样再参观了911纪念馆,另外,他们还参观了世贸中心,出现在了一场音乐会上。 对比一下可以发现,梅根哈里在纽约的行程,就像是照着威廉夫妇的模子制定出来的,连随行的人员都是一样的,比方说白思豪夫妇也出现了。 为了能在纽约大放一彩,梅根可是拼了。 在28度的气温下,她一度穿着毛衣,外面还套着泥子外套,看上去倒是挺正式的,就是不知道她会不会热。 仅仅出访三天,梅根的制装费就花了60万,挺豪横的。 后面的保镖有一二十个,这排场真的很大。 威廉夫妇这次访问美国,那排场远远比梅根哈里大。 据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也会接见他们。 每次到美国,威廉夫妇都会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他们在2011和2014年见到了奥巴马,今年他们又将受到美国总统拜登的接见。 梅根哈里去纽约可见不到美国总统,不难看出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代表英国王室出访美国,从规格和行程上来看都更加正式,所以他们的排场也更大。 梅根哈里自称苏塞克斯公爵和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可他们并不是正式的王室成员,所以身份有点尴尬,因此他们纽约型被人称为伟王室之旅。 这一次,威廉·凯特去纽约,不仅会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还会出席一个盛大的颁奖典礼,在这个颁奖典礼上,我们会看到许多的明星,他们将与威廉夫妇一同出现,令人期待万分。 虽然威廉王子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参加为地球奋斗奖的颁奖典礼,但他们却做了其他的很多安排,例如为了致敬戴安娜王妃,他们将去参观当地的慈善机构。 戴安娜在1989年访问美国时,在一家为艾滋病孩子设立的医疗中心,抱着孩子的感人一幕,一些人到现在也许也未曾忘记。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日程安排得非常满,对许多细节的考虑非常细致。 本来是为了参加颁奖典礼,他们却还想计划去参观波士顿的一些地方,了解那里的一些情况,他们真是太有心了。 当然,威廉夫妇此行还将参观别的地方,例如他们会去参观哈佛大学,以及当地的Green Town实验室。 这一次他们还会带上一位神秘人物。 既然成为了王储和王储妃,威廉夫妇在英国王室也越来越重要了,他们也将获得特殊的待遇。 女王和查尔斯三是在国外访问时,都会带上了一位医生,这一次威廉夫妇也将带上一位医生。 原来这位神秘人物是医生,要是乔治王子或是夏洛特公主该多好。 威廉将以王储身份访问美国,排场远比哈里大,还将带上自己的医生。 梅根哈里也在美国,威廉·凯特却不会去他们所在的加州,这意味着他们不会见面,梅根看到这一切,应该是羡慕极度恨吧。 梅根虽说不被大多数王室粉丝们待见,但也不得不承认一件事,那就是他旺盛的生命力,永远在行动,不会放过任何一件出风头的机会。 哪怕他和哈里已经离开英国王室快三年,此前回去参加庆典还被冷落,但梅根的热度却是一直不减。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梅根的社交平台得意地宣布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他与美国的著名服装配饰品牌达成了合作,对方将向他名下的smartwork慈善机构所支持的英国求职女性们提供捐赠500个经典首带。 梅根在2019年的时候,以哈里王子的妻子身份,现任的苏塞克斯公爵夫人,担任了这个机构的王室赞助人。 即便俩人最后退出王室,但梅根依旧保留了这个赞助人职位。 梅根本人此前就非常喜欢这个品牌,时常在公开场合穿戴他们的产品,因此这次合作交流相当顺畅。 看起来,梅根对于品牌的慷慨赞助也是很感谢,写下了大段的感言。 她十分感性地说,几年来见证了自己所支持的smartwork,对于改变女性的自信和生活所做出的艰苦努力。 同时,品牌也是由女性经营并且服务于女性的公司,因此感觉到这是完美的契合,是双赢的表现。 最后她依旧不忘把自己的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头衔,数在了最前排。 梅根还是有两下子的,这几个月英国王室经历了大变故,伊丽莎白女王安详离世。 但伴随着女王的离去,梅根和哈里也失去了在王室最大的庇护。 新任国王查尔斯对于儿子和儿媳妇的冷淡,也是显而易见的。 计划的明年5月查尔斯三世加免礼,到目前为止,英国王室都没有明确宣布,会不会邀请还哈里梅根回来管理。 品牌能够欣然赞助梅根名下的机构,其实就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她这个公爵夫妇的头衔名号依旧好使。 英国王室哪怕做出了梅根哈里划清距离的表现,梅根和哈里的路人员虽然在走低,但王室也不能否认,苏塞克斯公爵哈里和公爵夫人梅根永远都是亲人和家人。 梅根与哈里在媒体宣传上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俩人此前收取了高额的制作费用,答应为刘媒体所打造的王室纪录片,即将在12月正式上线。 尽管王室对此不置可否,但粉丝与大众对此的期待也是很大,早早就预定起来。 而哈里王子所亲笔写的《王室回忆录》,也定下了会在明年1月份上市。 这部《哈里王子》在宫廷生活几十年的总汇集,无疑将会爆料出不少珍贵且不为人知的秘密,让王室必无可避。 这些种种加在一起,可想而知梅根与哈里接下来将会再次引领起一波又一波的热点与话题。 梅根的能量不但让英国王室感到害怕与担心,同时以市场价值来说,也是不可小觑的,这也是品牌方如此看重它,并且愿意为它名下的机构赞助的根本原因。 这位公爵夫人是爱高调,爱出风头,是不假,但能够真正起到宣传作用,发挥名人效应,为慈善组织争取到赞助,说到底这也是梅根作为赞助人所应尽的义务,不然的话光是名头好听,但却丝毫对自己的责任不上心不在意,也是不行的。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不见弟弟哈里和弟媳梅根,却会和拜登见面。 据说哈里和梅根到时候也会在美国东海岸,但两对夫妇没有安排见面行程,可见裂痕真的很大了,难以弥补。 加上哈里和梅根的纪录片马上要播出,哈里自传也要出版,这些都是挡在兄弟二人之间的大事。 梅根一边说着自己不喜欢王室,一边却又利用王室头衔来赚钱,她的脸皮可真是厚啊,还一直强调是她自己要离开王室的。 那就直接抛弃所有王室给予的身份和光环了,可是她还是继续顶着公爵夫人的头衔去赚钱,毕竟没有王室的头衔,资本可是看都不会看她一眼。 别打着王室的头衔拉来赞助,那才是梅根的真本事。 那些出赞助的公司,也是借此提高自己公司的知名度而已。 如果梅根还是个十八线的小演员,有几个知道她是谁啊? 扯着王室的大旗披着哈里的虎皮,她以为她就是个人物了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